你說是澳門小姐 她變成這樣你都認得她嗎? 她只是認得我 但你變得更重要 澳門土生家族不家 Predrucu 因為誕生四位澳門小姐冠軍 而成為了最經典的選美傳奇 她說你那個人很鬼 我不知道我哪裡鬼 那天你沒睡覺 我就說你自己鬼 香港小姐贏了 通常都做明星家富豪 贏了澳門小姐的她們 竟然做回一個打工仔 普通一個家庭主婦打工仔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 有空就買菜煮飯 叫媽媽 她不痛的 大力一點 這塊是大家姐 姐姐三姐 忍了很久 整招 這次我們就跟這四位 最沒有形象包袱的選美冠軍 回去她們已經變成了 文化遺產的舊居 很難想像十多人住在這間屋 到 逛逛小時候成長的學校和公園 小時候在學校是用什麼語言的 唐文 你們這些廣東話 聽回來的 有小到大在這裡說的 一起了解一下 土生在澳門是如何長大的 很多年都沒有回來 是不是那地高大了 我覺得這裡小了 每樣東西都好像小了 這裡有沙發 監視機 可以坐十多人的桌子 這裡以前是廚房 這裡是升盤 這裡就是主食爐 澳門土生家族 北加Preduku 有四姐妹 大家姐 北美娜Mina 二姐姐 北加寶Dina 三姐姐 北加勒Bella 和四妹 北美琪Gruman 分別在不同年份參選澳門小姐 都獲得冠軍的頭銜 這個傳奇的雪尾世家 昔日的狗居 已經變成文化遺產 你知不知道我很想 很想在這裡照顧 哈哈哈哈 我們小時候也有在這裡洗澡 我也試過在這裡洗衣服 幫幫幫忙洗衣服 那時候有個蓬 有竹在這裡浪衫 旁邊就曬那些塵皮 我還記得 這間屋就是我爸爸那邊 我們經常叫118 旁邊120 是阿公的 公公、爺爺本身是鄰居 然後爸爸媽媽就是因為這樣認識 還是這樣? 是 沒錯 在澳門居水馬龍的 美富障大馬路上面 押納住由十間粉綠色和白色 兩層葡式小屋 亂排二成的葡式建築物 就是建於1952年的望下山房 它的前身是澳葡政府公務員的宿舍 因為我阿公、爺爺都是警察 爸爸也是最大 媽媽也是大女 爸爸這邊九兄弟姊妹 旁邊媽媽七兄弟姊妹 爸爸11歲 媽媽9歲 接著就結婚生女了 沒有講 就夠我們四個在這裡 家庭很親密 很親密 以前家庭的家庭也很大 總之這兩間屋長期都十幾人 後面轉彎的都是這樣的 那時候社會就生了很多人 十六世紀開始 葡萄牙人帶著航海時 娶到的不同國籍妻子 開始在澳門定居 澳門土生 籠統是說 葡裔和亞洲族裔 譬如印度、馬來西亞、日本、華裔通婚後 所生的混血後代 不少土生家族在澳門 都住了幾百年以上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土生的故事 可以看看我們上一條說土生葡萄的影片 因為大部份的土生 葡文、中文、到食 語言方面就是土生具有最有利的社會優勢 以前多數人都是大政府工的 政府工就是政府樓 全部都是住房子或區 社會很小的 錢不用天眼 我們就是天眼 我們到天呢 我們的父母都會知道 沒有兩間房間 沒有廁所 很難想像十多人住在這間屋 三層的樓架床 中間還可以鋪在地上睡覺 你看到土生很小 但這時也是一間房間 放了一張床 可以做書桌 不可信心 真的不可信心 好像變魔術一樣 你一說起 那些東西都回來了 是 他們四姊妹充滿回憶的舊居 在2024年3月 就被評定為 澳門文化遺產不動產建築群 還成為澳門第一個 歷史建築活化項目 我想問一下 公公他們是否第一手 是呀 他叫我們搬走 因為要做文化遺產 沒有別的家庭再住過 是我們住過 到現在我也覺得很有趣 例如我們聖誕 我們會去午夜梨撒 去完後我們會去外婆吃 宵夜 中式是做粥炒麵等 然後慢慢吃完 我們就過來這裏 喝杯酒 吃漆 西式 這邊是西式的 真的很融合 中西真的很融合 我們聖誕節 爺爺在聖誕樹 是掛了黎士風 聖誕節也有 農曆新年也有 很開心 所以經常有很多派對 公公那邊的家是中式的 因為婆婆是中國人 所以她就會中式一點 蒲國文化雖然是土生文化的 主要根源和支柱 但因為已經幾代 在華人社會生活 生活和飲食習慣等等 都是在蒲國模式入面 深入了東方的文化 如果家庭成員入面 有純華人的話 融合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又用英文又中文又泡文 一個語言都可以有三個語言 有時你見我們說一下中文 為什麼停 卡住了 因為我們想用泡文 我怎樣翻譯中文出來 以前老人家在街市那些 他們是泡文是認識的 好像我們那時候 小時候跟阿波去買菜 去紅街市買菜 買菜的人都會認識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一個打麻地 打麻地就是淘文的番茄 遇到新移民 他們會說 為何你廣東話說得那麼好 因為我是澳門人 這裡才是我們的鄉下 我們沒有別的鄉下 現在走去哪裡 走去紅街市 那時候跟阿波就朝早 就是這樣一直去 紅街市 是的 是的 你好 美女 你好 我沒有小姐 哈哈哈 Yes No 什麼 幾十年的批發圖 還在這裡 是的 我老爺在這裡煮頭髮 到今時今日都是 你老爸那時候都是在這裡煮頭髮的 是的 是的 這裡 那時候誰跟婆婆 公公的那些 來得最多 他最少的 我最多 做小的 做小的要拿東西 因為我是早上做阿波 我們先去吃早餐 在那些洞裡吃白粥油炸鬼 但我都沒有了 你這麼喜歡購物 你跟我一起去購物吧 位於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和那些那提督大馬路交界 建於1936年的紅街市 又稱為提督街市 是目前唯一被列入澳門文物名錄的 街市建築 經過翻身後 仍然運作緊 我們買雞 做咖喱雞 咖喱雞 是文蔥雞 有少許肉 好啊 幫我斬大粒 好啊 因為暫時約了 去一位Family Friends的地方煮菜吃飯 我們就跟負責下處的美琦 入街市買材料 本來以為街市裡面 都會找到一些葡式風情 原來 是想多了 其實葡式食物 中國食物都是吃的食物 沒什麼分別 是整法不同 你好啊 有沒有夜奶 有沒有咖喱粉 有 五字木桃 葡萄湯 還不錯啊 我們很喜歡喝湯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喝湯 那邊買菜 我認識那個菜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做 阿波以前買開的 麻煩 大媽的怎麼賣 很熟面 你以為我小姐來的 是啊 她變成這樣 你都認得她嗎 她只認得我 但你還沒變得更重要 哈哈 以前沒裝修的時候 這裡也有一檔菜 沒有做了 兩個都沒有做了 老了 太幼了 老都做了 幾年不做了 老了 拜拜 我喜歡逛街市 站著聊聊天 是啊 好像叫阿姨 天天走過來這裡 去教堂 是Nathalie 今天是我的祝福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你們繼續 誰朋友 誰朋友 Family Friend 都是從小到大一點的朋友 我的叔叔 和叔叔 都住在街上 澳門以前是這麼多人 漂亮的都向著 四姐妹的Family Friends 就是澳門名廚Chef Netta Natha不時都在自己的私廚 舉辦工作坊和廚藝班 去成全土生菜 四姐妹就趁移居了 葡萄牙一年多的美琪 回到澳門 就來到Natha這裡 上課堂吃飯 今天呢 我們做一個Gabella 我這是一個heritage house 我們在教堂隔離 就來聖誕了 就做個Gabella 葡萄牙文Gabella 真是教堂的意思 這道菜混合了 芝士、黑橄欖 葡國臘腸 和麵包粒 再鋪上煙肉 而焗成 葡國食材在以前戰爭時期 是獲得特別配給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通常在大時大節 或者去教堂離薩之後 才有得吃 而據說為什麼這道菜叫做Gabella 因為當年很多孤兒 星期日在教堂做完離薩之後 都會留下來在教堂吃飯 他們不知道這道菜叫什麼名字 不過別人問起你吃了什麼 他就回答Gabella 經常都會夾雜一些歷史的故事和意義 這個就是土生葡菜的其中一個特色 西哥會的 就是阿嬤會做煙肉 會會會 節日 以前我們家裡真的配給食材 尤其是葡國臘腸 我阿嬤是當兵的 每三個月才配給食材 一罐吧 一罐 豬仔包 而且這道菜很重要 是麵包 豬仔包浸了水 因為這個麵包用來這個肉 然後焗出來 是不會乾的 你叫我戴手套 是不是真的叫我猜的 當然 這些粗重的東西等你去做的 蝦媽 當她是你老公 這塊是大姐姐 三姐姐 很狠 很狠 這已經夠狠了 整個招 只是一個刀 放到焗爐 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熟 開中間的洞就很容易知道它行不行 所以以前人們很厲害 因為他們有很多小孩 彩繞到所有東西看熟不熟 180度,35分鐘 媽媽,到我幫你 我現在做一個土生的咖喱雞 你真的看不順眼了吧 你跟我刺青手指 媽媽,這裡是醫院 以前的,以前 現在開始喵媽煮飯差不多了 我們會開心一點 不要這麼正經 做回前景 即Sport那些嗎? 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哪有人教的 我沒吃過咖喱雞 因為咖喱雞根本不是葡國菜 西瓜都很多日期,我會歌手 不會的,我也沒有 因為我家裡的大廚 一看到小孩子說Ford 是呀,不能偷師 但我真的不餓 我現在不餓 我現在不餓 我餓的 現在我真的餓 現在我真的餓 幸好我的DX 即我伯母都會煮 可以問她們 問題是我覺得 如果沒有一個人走出來做這個土生菜 我們這一代就沒有人再煮 為了留著記憶中的味道 驅使了Netta走上這條推廣土生菜的路 她經常都會受邀出國教主土生菜 將土生菜推向國際 而五年前一次偶越的機會之下 在望德堂區她找到這個地方 成為了她推廣土生菜的基地 這是教會的屋子 有一天我經過這裡 我看見神父在門口 神父我需要一件事 她說你要做什麼 我想做一個推廣土生葡萄 她說你等一下 她再給了一條鑰匙 我進來的時候 我心想 糟糕 這裡好像一個鬼屋 因為這裡真的以前是一個清安醫所 看到我們這裡後面是望德堂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老人院 還有一個學校在這裡 這就是他們幫人醫病的地方 天意沒有辦法 南歐風情的建築 葡式碎石路 和歐綠色的街燈 望德堂坊這裡有澳門三大古教堂之一 建於1560年左右的望德聖武堂 因為昔日在教堂後側曾設有麻風院 所以這裡又稱為風堂區 建築群在1976年 已經被澳浦政府列入了文物保育名單 建築物的外部 就由文化局負責復收和保存 內部就由進駐的團體 將建築物的生命延續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味道 不只是吃在口裡的味道 是你在這裡的環境享受 你們會感覺到你真的在家裡吃飯 桃生葡萄是一個菜 是家裡吃的飯 就是這麼簡單 多謝給我吃菜 我開飯 就是你吃著東西說 你吃著東西說 你吃著東西說 好,我吃姚媽的那個雞 我先吃Cabella 好像葡萄式的肉餅 就是我們的蒸肉餅 鹹蝦酸脂很好吃 雞也很好吃 我第一個吃它的 Cabella一流 我告訴你 那這兩款是否在家裡常常吃 不是 太多功夫 Cease Toast 咖喱角那些 通常是Party 節日 節日 華茲也要煮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糯米飯 就是用夜奶 糖 糯米煮 以前沒有電飯煲 你就真的要看著 開一步都不行 是啊 這個Rum Cake 也是在聖誕節才能吃的 找一些Auntie做的 是嗎 是嗎 因為做這些 它那些蹄子乾 泡一整年的泡酒 如果好吃 我們家裡其實 如果不是起興日子 吃家常便飯 都是工人煮中菜的 家裡用刀叉還是筷子 刀叉 刀叉 我看看吃什麼 有時用刀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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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用筷子 吃麵 媽媽從小到大都覺得 我四個女兒這麼漂亮 一定要 我也是 那些有男生 又很少穿裙 都沒有勞長過頭髮 第一次穿高跟 是不是就是我選 我也是 我是1989 那是媽媽慫恿 半慫恿半逼 是純粹聽話 四姐妹我是排名三 但是我是第二個去的 我是93年 之後就慫恿了她 我去我不去 不去 然後她說交了票 我沒得選 完全是逼我的 她們三個都冠軍 我只拿第二 我已經死了 香港的概念 就是選完沒有 入娛樂圈 你們是不入的 香港是選 一件事搞的 Mis Macauke 其實是旅遊局搞的一個活動 找一個人代表澳門去宣傳澳門 類似旅遊大使 那一年去幫忙宣傳澳門 之後其實身份就變回 一個打工仔 對呀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 你們在打什麼工 政府工 但我已經有了 我不是 去了很久 昨晚在蒲國領事館 功能語言關係 這個優勢 到你們那一代都還有 有 我幸好 入過電視 入黑客氣 我都不太喜歡這個生活 你今天經常看我們 都知道我們是很值得的人 如果我們進入 根本是不可能生存 所以我就回到澳門 做打工仔 都關不關在土生這個大家族 我們的性格呢 是偏外國人的性格 敢愛敢恨 有話就說 你和我們那個文化是 對呀 不要那麼逼我們讀書 所以我的小孩 我沒有考慮過 放在他們讀中文學校 就是因為太過填鴨色 大家都會知道 原來讀澳門學校 讀中文學校 就是有這個分別 對呀 聖羅室 這裡都是我們的童年回憶 託兒所知道 小學全部都是這裡的 教堂仔 因為這個是天主教學校 但我們那時候 很喜歡在這個 那麼長的樓梯 就玩猜拼 猜樓梯 玩猜大王 我們要猜皇帝 對呀 聖羅薩女子中學 淵源可以追溯到1633年 來自方濟國會 聖加勒女修道院 第一批搭觸中國修女 在這裡修建了一座 女性教友專用的修院和教堂 澳門街坊見到女人 修行拜神 那就是尼姑 教堂本身叫做 無縣罪聖母堂 但順理成章 被街坊叫做尼姑子 原有的尼姑子已經焚毀 教會在19世紀初 籌務重建 到1919年 屋舍由聖羅薩女修事接收 1933年創立了聖羅薩女子中學 中文部 1935年建了原用至今的這棟校舍 中成樓 歷史最悠久的 其實是學校正門入口處的石樓梯 是當年尼姑子原有的建築 已經有300年的歷史 歷史價值和大山巴前面的古樓梯是看齊的 那小時候在學校是讀什麼語言 學文 是去到中學才有一個被你選 你想讀法文還是讀中文 那你們這些廣東話 聽回來的 從小到大在這裡說 我婆婆也是講中文 電視也是講中文 然後工人也是講中文 寫呢?你們懂嗎? 不用 我只懂寫我的名字 你這麼聰明? 我懂 我要照著這樣 我懂得寫我自己的名字 但是很…很…很…很難 我們學校來這裡旅行 玩而已 已經興奮到睡不著覺了 不過這裡我也很喜歡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是很厲害的 學校走過一點 就來到加斯蘭花園1580年 西班牙方濟國會在這裡 設立了聖方濟國修道院 明末清初的時候 一位中國官員 就去澳門視察 隨行一位懂中文的蒲國神父 就按照西方的書寫方法 從左至右寫下 Saint Francisco 的陰液 法蘭斯加 然後又生減了法治 所以當官員 以中文傳統 由右至左的方法去讀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了加斯蘭了 而加斯蘭花園 作為澳門第一個公共花園 歷史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 亦是澳門古樹最集中的花園之一 走公園 都可以見到歐洲文化風潮 在澳門的痕跡 幾多百年 不知道他的ID有沒有寫幾歲 213 213年 這棵樹 這個公園沒有一個角落 我們是未去過的 這麼久 這個是什麼 這個拔丁少數字日收 那時候是擺東西 在花園最高的地方 粉紅色圓柱形的這一座 加斯蘭花園圓塔 前身是歐戰紀念館 用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疾亡的蒲軍 之後就改了做不同NGO的辦公室 冰房 這裡就是冰房 我們就是晚上黑 下午 在這裡 踩單車 玩 我們以前出來蒲就是來這裡 香港人對澳門本身 尤其是土生 更加不太了解 就是覺得你們一定是很有錢的 一看你們的樣子 其實不是的 都是普通家庭 爸爸媽媽都是做政府工的 我們有政府 就是叫做鐵飯碗 還有政府給的福利是好的 我們看醫生不花錢 有政府屋住 有退休金 是 我讀書不提前 每三年 就有一次特別大價 是政府額外給你30天 包你機票 用來去葡萄牙 所謂的回鄉下 所謂的回鄉下 是免費的 整家 是很多這樣的福利 而令到別人有這些錯覺 90年打後入職的公務員 就已經是沒有這個福利 鄉下的概念是葡萄牙還是澳門 澳門 其實葡萄牙對我來說是 我是一個Tourist 為什麼你會選擇去移居去葡萄牙 說你也不相信 他說完我也不相信 是嗎 其實是我老公想的 他是很喜歡葡萄牙的天氣 吃東西 休閒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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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的中國人 我們經常都以為 土生會有身份認同的問題 你們覺得是沒有的 什麼叫身份認同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我沒有 沒有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我自己是什麼人 我就是澳門人 現在才說土生蒲人 土生蒲人是近10年 我們小時候是叫土生 但有時候都會想 究竟這麼大分別 我不覺得 但是為什麼人家看起來 有這麼大的分別 或者是土生的使命感驅使 四位三年前就開了一個頻道 去講土生的食物和生活文化 彷彿好像延續了澳門旅遊大使這個身份 形容你們這一代 算不算是看澳門變化得最厲害的 會 因為我們見過 舊 之前 和之後 真是前後 前後 從我們小時候 去探索路環 只有一條橋 之後 現在有四條 現在變了一條 全世界最多橋的地方 就是澳門 從澳門可以坐車過香港 沒有 是沒有想過的 對於不是太認識澳門的人 你覺得 有什麼是大家對這個地方有誤解的 澳門只有島 除了島 其實有很多東西 問題是 我不要深入了解 和看清楚 還有建築物 我們做保育的工夫 我覺得澳門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會活化 浪費心機、時間、錢 去做這件事 是為我們 其實燈塔也是很有特色 因為這區是第一個燈塔 就是澳門的燈塔 對 是第一個燈塔 其實如果你說 喜歡歷史的人 其實澳門也有很長的歷史 對 你覺得在澳門長大 我覺得非常之好 很羨慕 百年中泡文化融會 令澳門社區留下了不少 富裕澳門文化魅力的歷史建築 除了2005年 獲得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之外 由2014年 文化遺產保護發生效 這十年間 就已經有165項被評定的不動產 超過600座文物建築 受到文違法的保護 就好像今次訪問 你們每人的泡文全名是甚麼 Guillermina Madeira de Silva Pedruco Díez 我叫Geraldina Madeira de Silva Pedruco 我叫Isabella Madeira de Silva Pedruco 我是Gilmar Madeira de Silva Pedruco 澳門名字來說 我們的名字不算長 對 有些人是六七個名字那麼長 那中文名字是誰幫你們改的 阿婆 很肉先 那時候叫Tina Tina 多淒涼 然後阿婆再幫我改多一次 Bella那個更漂亮 美美的幫她改了 圖文Bella是漂亮 美美的 但我姓筆 是不漂亮不漂亮的 我們去到葡國 他們就會覺得我們是中國人 去到中國 那樣子很貴 我不知道我哪裡貴 那天你沒有睡覺 就說你自己貴 你又試著 當然好 看你怎麼看 看你這麼帥 今真健康 3 1 4 5 正常 5 2 3 4 3 5